好 这次264大选呢 只是他短短的三天 那国民党的赠的候选人 侯友宜今天一整天都在高雄 来跑星辰冲南部选票 那可以看到呢 他现在跟立委候选黄柏林 一起进行战车扫街 那旁边也有支持者 是拿着国旗来迎接 侯友宜要跟他集长 那今天这个侯友宜受访时 也被问到说 因为侯友宜在前 昨天的这个大造势上 喊出蓝白共挚 但是今天早上 却被柯文哲反抢 我们党在操作气宝 那我们听一下 侯友宜怎么回应 结合在野最大的力量 大家团结一致 组成联合政府 一起完成政党轮替 支持最强的侯友宜 所以团结的力量 包括在野力量 一直要结束会 不然你就保送了耐清德 马前总统这番想法 跟我们有些不同 我从以前到现在 都是主张三低战略 我对大陆的地图 从来没有存在 不切实际的想法 那可以听到 侯友宜表示呢 对于马前总这个想法呢 跟他是有点不同的 甚至再次强调说 自己反对一国两制 那对大陆议题 从来是没有存在 不切实际的想法 不过这番话也被认为 是不是在切割马银酒呢 感谢观看